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一个充电头是一个网友 他自己是在不知道什么平台买的 他第一个买的是一个假货 这后面平台给他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我看了一下 这一个是正品的 我跟他说这个是正品的 就不用去做什么评测了 他对这个有一点不放心的样子 让我测试一下 我就帮他测试几组数据 让他看一下 我们开始测试他 首先看外观的话 像这种原装的充电头 我们肯定是看这个字面的排版 有些字体的话 我们都要详细的看一下 基本上符合的话就假不了 然后就是看这个 拔开看一下这个内部的这个插头 这旁边这个SN码 我们也要进行对比一下字体 然后这个上面的字体 我们也是必须要仔细的看一下 对比一下 这个金属扣的光泽度 我们也要进行对比 正品的话是非常亮的 假货的话暗淡无光 最关键的就是看这个USB-C口的舌片 这个USB-C口的舌片 它这个两端35瓦的 不管是竖向还是横向双口的 都是有金属秤片 记住这个细节特征 两端这里两端都是有金属秤片的 才是正品的 然后就是苹果的充电头的话 我们就是要用这种仪器来进行测试 这个就是假货的克星 我们进行上电测试 评分能够达到100分的 就是正品 基本上假不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头 就是被我鉴定成正品的一个充电头 我们用仪器来测试出来 就是正品的 然后就是苹果的充电协议的话 我们用仪器来读取看一下 苹果的充电器是不可能支持其他家的充电协议的 这个就是PD35瓦 一共四个档位 5V 9V 15V 20V 1.75A 最大档位是35W 另外一个Type-C口 它的充电协议也是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 我们进入实际充电测试 一样的啊 这个手机我们采用全程亮屏充电 这个手机充电已经充了一小时十分钟 大家看一下这个原装35瓦充电器的充电规则 全程亮屏充电 刚开始的时候 9瓦左右的功率大概持续了7分钟左右 然后升为11瓦的功率 又持续了大概5分钟左右 然后直接升为20瓦的功率 充了17分钟左右 然后再降到14瓦 又充了大概7分钟左右 然后降到8瓦的功率 充了5分钟左右 充到80% 它就将为5V的基础功率 一直充电充到现在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量 现在是87% 我们是从17%的电开始充电 充到87% 大概花了1小时10分钟 原装的35瓦的充电器啊 温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图 最高温度28度 温度控制的非常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充电器功率 拉满 运行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采集一下它的温度数据 咱们这个已经稳定的运行了 一个半小时左右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能量一直31瓦 左右的功率一直在输出 这就是原装充电器的充电状态 温度的话 现在温度已经稳定了 一直在34度最高温度啊 这个原装充电器的温度控制 也是非常到位的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原装35瓦双口充电器的文波情况 4个档位 5伏9伏15伏20伏空载和负载 这是5伏的空载文波 大家看一下 0.05V50毫伏 5伏3安15瓦的功率 它的文波仅仅0.01V 也就是10毫伏 9伏的空载文波0.02V 也就是20毫伏 原装充电器的文波都是非常低的 9伏3安27瓦的功率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230毫伏啊 非常稳定 15伏的空载文波0.06 也就是60毫伏 15伏2安30瓦的功率 它的交流文波输出40毫伏 这就是原装充电器 20伏的空载文波 也就是340毫伏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在跳动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最大功率时候的 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 35瓦的功率 它的文波是40毫伏 这个交流文波输出非常低的 这就是原装的35瓦充电器 苹果的 像这种充电头啊 某英的直播间 它一般的都是能骗到一个是一个 如果它发给你一个假头子 你没有发现的话 你就一直用假货的头子 如果被你发现了 它就给你换一个原装的 它也不亏 因为这种拆机头的话 成本的话也大概就是200块钱左右 它加上运费的话 这个充电器 宝本卖给你 它就没有亏钱 如果你没有发现是假货 你就一直用那个假货的充电头 那个充电头的成本 也就二三十块钱 它一个充电头卖个215块 一个充电器的利润就是17080块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发现这个是假货的 这就是他们这些直播卖货的一个套路啊 它是真假混着卖 它一个假货的利润就可以达到100多块钱的利润 你想一下 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啊 所以说这位朋友放心用吧 这个充电头是一个原装拆机头 没问题的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